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第一个问题 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的合算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第二个问题 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法的合算 比如说原先持股比例5% 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也不具有重大影响 是作为金融资产经营会计处理的 然后今天追加了55%等于60% 达到控制 那么此时有金融资产 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并且采用成本法合算 这儿我们以形成非统一控制 控股合并为例来说明一下 你重点掌握是非统一控制 控股合并 首先第一件事情 那就是今天达到控制时 在购买日 我们刚才讲的是非统一控制 所以今天称之为叫购买日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怎么确定 因追加投资原因 形成非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导致投资企业原持有的 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机损移的金融资产 或者是第二种情况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转换为采用成本法合算 对子公司投资 也就说以前可能是 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今天追加投资达到控制 并且是非统一控制 控股合并 那么此时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应当按照原来金融资产 在购买日的供应价值 比如原先那个5% 今天的公允价值 再加上追加投资55% 今天的公允价值 两者之和 作为成本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等于公允加公允 5%的公允价值 加上55% 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 两者之和 则为今天购买日 初始投资成本 这个问题讲完以后 我在这归纳比较一下 我们在前面 已经学习过一种情况 原先是权益法核算 比如40% 具有重大影响 然后追加投资 达到控制 并且假定是非统一控制 我们在前面 已经学习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 达到控制时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等于 原股权 40% 在今天购买日的 张面价值 加上今天追加投资的 公允价值 那叫张面加公允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原先是金融资产 追加投资 达到控制 假定也是非统一控制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等于 公允加公允 注意它 区别 为什么上面是张面价值 加公允价值 上面是原先是权益法 具有重大影响 现在达到控制成本法 它没有跨界 它原先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依旧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 张面价值的基础上 加上今天支付的对价 也就是公允价值 相反 今天我们学的问题 原先是公允价值 企量的金融资产 追加投资 比如追加50% 达到55% 此时我们和前面学习的 公允价值 转追加投资以后 形成权益法核算 具有重大影响的 长期股权投资 道理是一样的 那就是原先5%的股份 我们视为处置5% 全部处置 然后再购进来55% 达到控制 那你购进来的55% 包括55%和50% 都应当是按照公允价值取得的 因为我们是非同意控制 所以今天在这儿不一样 是公允加公允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问题 和上一节课学习的 原先是公允价值 企量的金融资产 追加投资以后 对被投资单位 具有重大影响 或者是合营企业投资 转为权益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 也可以列个表 比较一下 不同的角度比较 那里面可以看出 它们是相同点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转为权益法核算 还是今天转为非同意控制 前提是非同意控制 成本法核算 都是公允加公允 因为夸件了 你原来是金融资产 现在不是 现在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视为金融资产全部处置 重新取得55% 所以要按照 全部是公允价值入战 比较一下 道理理解了 其实就记住了 就掌握了 好 这是第一件事 关于打到控制时 购买日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第二个问题是 原有的那个5%的股权 刚才是按照公允价值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入战者 视为它处置了 前面我们说过 5%减去5% 视为处置了 然后再构定55% 等于55% 那么这个5% 视为处置 它的公允价值 与占命价值差额怎么处置 这个表 这一张表和前面 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 既然的金融资产 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 那张表 内容是一样的 因为都涉及到跨界案 都要算这个公允价值 与占命价值的差额 如果是原来是 原来这个金融资产 是交性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差额 进入当机损益 也就是投资收益 视为处置了 交性金融资产 反之 如果原来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今天处置时 这个差额 是进入流程收益 不仅这个差额 进入流程收益 还有累积的公允价值变动 原先是 既在其他综合收益 也转为流程收益 这个和当时 转为权益法核算 内容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原理 是相通的 这些讲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 归答一个问题 因为这儿涉及到 什么又是 其他中国收益结转的问题 我归答这张表 那这张表非常好 把我们这一块 很多内容啊 不同的处理 归答在一张表里面 进行比较 以避免混淆 当然你结了以后 你也就不会混淆了 首先看一下 我们这张表讲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 这一张学习到的 很多内容 涉及到转换 长期股权投资之间的转换 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或者是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 那么都涉及到 有可能会涉及到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的问题 先看第一种情况 原先是权益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 追加投资以后 达到控制 成本法 并且假定是统一控制 我们前面讲过这种类型的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没有夸见 原先权益法下 可能确认有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并没有夸见 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不用进行截转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 第二是 同样是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此时达到控制是非同意控制 也是没有夸见 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曾经权益法下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不用截转 暂不处理 等到将来你这个股权控制时 处置时再截转 那是侯廉马约的事情 第三是 原先是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我这一个注解要注意 因为这是表格 写起来太多了 所以我用公允价值代表 代表什么呢 指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是这样一种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今天追加投资以后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 所以采用权益法核算 夸见了吧 夸见了 夸见了就要截转 视为原先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处置了 这种金融资产 它可能有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公允价值增减变动 是基础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在今天 追加投资 形成长期股权投资时 要全部转掉 转到流程收益里面去 同样的 刚刚学习过一个内容 原先是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今天追加投资达到控制 并假定是非统一控制 我们以这个为主来说的 那么此时也是夸见 所以也要将原先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转到流程收益 再强调一点 这两个 这所指的公允价值是不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 并不是指交易性金融资产 而是指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在会计处理是不涉及到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我因为这个表呢 我写的比较简洁 强调一下 这个公允价值的意思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目前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一块四种情况 前面两种情况没有夸见 所以都是暂不处理 其他综合收益不要结转 后面两种情况都已经夸见了 所以都需要结转 并且是转到流程收益 第五种情况我们还没有学到 等会后面会讲 反过来 原先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了部分股权以后 不再具有重大影响 变成金融资产 这个金融资产假定 也是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几辆经济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种情况下 原先权益法下确认的 其他综合收益 也要结转 夸见了 都要结转 这个转请注意有两种可能 有可能转入投资收益 有可能是转入流程收益 取决于 权益法下 曾经确证的其他综合收益 对应着原来那个被投资单位 是什么情况 能转省易的转投资收益 不能转省易的转流程收益 没关系 等会后面还会介绍 至少这张表呢 目前1234 上面四种情况都已经讲到 我们是为了完整的讲这张表 所以把五还没有学的 也补中的 也包括在这张表里面 等会就会学习到 好了 那么大家在做题目时 要清楚了 其实没有必要刻意记 我们就是一个理解 没有跨欠 你还是长期股权投资范围之类的 无论是统一控制 还是非统一控制 有权益法转为成本法的时候 曾经权益法下确认的 其他中国收益 都不用结转 但是有公允价值计量的 金融资范 转为权益法核算 或者转为成本法核算 那么原先确认的 其他生活收益 都要结转到流程收益 这样一个规律 原理也很清楚 下面我们结合教材 例题来看一下 A公司于2008年3月份 以2000万元取得 B上市公司5%的股权 对B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 A公司将其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继续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也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09年4月以后 A公司又赤资2.5个亿 自B公司取得另外 50%的股权 那就是55%了 假定A公司在取得 对B公司的股权投资后 B公司未宣告放放现金股利 A公司原持有 B公司5%的股权 与09年3月31号的 公允价值 2500万 注意 括号里面提示 与4月1号公允价值是相等的 没有变化 原先是2000万取得的 那今天是2500万 删售500万 累计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额是500万 没错 A和C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A公司按照 净利润10% 提取法定言语供给 不提取任意言语供给 好 那么先给大家说一下 之前因为教材上 没有讲这一切 之前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考试题恰恰就是这样 从一开始就开始考 先考金融资产 再考长期股权投资 08年3月份取得时 2000万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成本2000万带银行送付 2008年12月31号 假定公允价值2200 我们题目里面 缺少这个条件 按理说在12月31号 要按照公允价值 要计量一次 假定是2200 那就上升200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带其他综合收益 然后到了3月31号 公允价值2500 这是题目已知的 又上升300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带其他综合收益 300 这是先给大家补充这些 然后看这道题 因为我们教材 讲知识点 讲哪个知识点 他就账务处理 就讲这一部分 因为和C呢 不具有任何关联方关系 所以是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既然是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那就是光云加光云 原先是5%的2500 追加50%是2.5亿 所以此时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了27500 那下面张务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27500入展 代方代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的部分 成本2000万 供应价值变动500万 按账面价值结转掉 这道题 因为今天的供应价值 和账面价值是相等的 所以它不存在有差额 直接就是 带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成本供应价值变动就可以了 没有差额 然后这是50%的部分 两者相加 这个既是它的 光云价值 又是它的账面价值 因为根据题目的条件 昨天和今天是相等的 然后将原来的 其他综合收益 截转掉 转到流程收益 这没问题 接下来我把题目改一下 考试题可能不是这样的 他说今天是2600万 不是2500万 其他条件不变 那如果是2600万呢 公云加公云 那就是27,600 然后带银行 这是50%的部分 这是5%的部分 5%的部分 截转都是按照 扎面价值截转的 按照扎面价值截转 所以扎面价值和光云价值 两者之间有差额100万 这个100万就说明什么 今天出现差额 在处置时 本身就有差额的 这个差额进入流程收益 然后带阴影功绩 带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一下 假如题目 稍微改一下 我们知道有一个差额 那出资之外呢 那其实像刚才一样 把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再解掉就可以了 500万再解掉 这个没问题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 这道题开始改题目了 原先刚才这道题是说 5%加上50% 等于55%非统一控制 接下来改题目 他说呢 他说在2008年3月份 1.2个亿取得20%的 然后今天又追加投资 我们来看一下 把题目改了 其实是讲另外一种情况 A公司于2008年3月份 1.2个亿取得B公司 20%股份 注意 苏联没有这个条件 我加了这么一句话 假定A公司取得B公司 20%股权 担任B公司 可编任净资产的 公允价值为5个亿 想告诉大家 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个条件 因为这是权益法的起始点 20%重大影响 后面说了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是1.2个亿 没错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1.2个亿 带银行缩缓1.2个亿 做完这笔分头以后 必须要比较一下 成本大于份额不调整 成本小于份额 引预外收入 这道题比下来是大于 不给这个数字5个亿 将影响到长期股权投资 可能要调 可能不用调 不确定 所以必须要给这个条件 这也是我们学习完权益法以后 这道题在书上 本来是在前面 我把它放到这儿来讲 更妥单一点 我们学习完权益法 给大家解释这个条理由 能听得懂 采用权益法核算 当年确认投资收益450万 这个要写 分头怎么写啊 借长期股权投资 随意调整 带投资收益450 他直接告诉我450了 2009年1月份 A公司又赤资1.5亿 取得另外30% 并且控制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道题啊 他改了以后啊 是变成权益法 转为成本法 刚才是公营价值 既然的金融资产 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法 非统一控制 那现在是权益法 转为成本法 并且是非统一控制 B公司除了经历认识之外 没有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按10%提取盈盈攻击 长期股权投资 没有提减值 那么在购买日 因为有些条件 和前面一样的 所以这道题告诉我的意思是 也是非统一控制 今天叫购买日 那如果这道题 这么一改的话 就相当于A公司 是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应该是扎面价值 加供应价值 其实教材上这道题 正好就应了我们前面 给大家归纳的一张表 这张表是不是啊 都是转为非统一控制 5%加上50% 还有40%加20% 百分比呢 题目不一样 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如果权益法转为 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的成本法 账面加供应 如果是供应加这计量的金融资产 转为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的成本法 那就是光云加工 其实这个不是死记的 都是有道理的 下面我们还是看教材上这道理题 既然现在改成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首先第一步 这块呢 我给大家补充这一些 第一步 原投资的处理 刚才可图说过 当时取得20%的时候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12000 带银行存款12000 12月31号确认 投资收益450 以至借长期股权投资 选须调整 带投资收益450 今天追加投资 购买日 购买日呢 今天是账面加公云 账面是多少呢 那就刚才权益法下核算的结果 教材立体就是讲的道理 考试没这么简单 这也太简单 是不是 太简单一点 所以考试我们不把这个问题 再复杂化 这样账面加公云下的结果是27450 所以今天编制分落 借长期股权投资 27450 带银行存款 这是30%的部分 这两个结转是20%的部分 直接按照账面加的结转 没有差额的 好 那么这是有关公云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转为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 那实际上把两种情况 转为权益法一种情况 转为成本法 另外一种情况都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括号二 反过来了 原先是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了一部分股权 持股比例下降 变成了金融资产 那这里面也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原先是权益法 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转为金融资产 比如原先持股比例 30%具有重大影响 今年处置25%以后 剩下5% 不再具有重大影响 而是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有可能是交易性 金融资产 有可能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根据其他条件 那今天怎么做呢 其实他也是夸见的 原先是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不是长期股权投资 是金融资产 我们视为原先30% 是吧 我们视为处置了30% 然后再构进了一个5% 所以原先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 全部处置掉 全部截掉 单独够进一个5% 这样的理解 第一步 投资企业原持有的 被投资单位的股权 对其具有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 今天因部分处置等原因 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不能再对被投资单位 实施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那么应当改为金融工具 确认和尽量准则 对剩余股权进行快捷处理 也就是 剩余股权 在今天5%按什么金额入战呢 按照光影价值入战 视为我今天敢买进来的 这道理理解了 不就能掌握会做题了吗 原先那个30%啊 处置 这个差额全部进入投资收益 包括这个5%的部分 光影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进入当期损益 我们视为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全部处置了 第二 其他综合收益的结构 我们之前是权益法下 权益法下可能确认有 其他综合收益 那今天30% 处置25%以后啊 剩下5% 那我这个权益法下 我可能有其他综合收益 我今天要不要截掉 要 夸借了 视为你30% 刚才说过呀 全部处置 追加5%回来 追加了5%回来 那这波其实就是 处置了25%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既然视为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处置了 其他综合收益 必须要 截转的 而且 而且是全部截转 转哪呢 转单期审益 或者是流程收益 这就是前面讲过的 一个问题 原先权益法下 你所确认的 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是能够转 转省益的 今天就转到投资收益 如果不能转省益的 那就转到流程收益 所以这儿 所讲的其他综合收益 就是我们前面 归纳的一张表里面的 最后一种情况 是这个 这种情况 转入当期审益 或者是流程收益 为什么 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因为你之前权益法下 本身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有两种情况 我在这写一个版书 一种情况是 能够重分类进审益的 那今天全部转到投资收益里面去 反之 如果你不能重分类进审益的 那就转到流程收益里面去 这个道理 我们仿佛在讲 那今天我们视为权益法处置了 所以其他综合收益 必须要截转掉 你不再是长期股权投资 第三个问题是权益法下 可能确认有其他资本攻击 今天怎么样 也要全部截转 道理是一样的 你不再是长期股权投资了 所以要全部截转 转到投资收益里面去 就可以了 其实后面的内容 不算太复杂 都是有套路的 掌握它的基本原理 你有没有夸见 刚才这个问题呢 具体来说分这么几步 也就是刚才所讲的 原先是权益法 30% 处置了25%以后 剩下5% 有权益法转为 公民价值伎量的金融资产 下面我把这个5%的金融资产 假定是权益工具投资 那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呢 首先第一件事 你先把25%这个事解决了 有没有处置了吗 借银行存款 售价是多少 再长期股权投资 注意一下 因为这权益法 是有相关明细科目的 我在这没有展开了 因为很多 四个明细科目都要写的 有谁写谁 相反的方向截转 差额寄入投资收益 视为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第二件事 那就是剩余股权的光云价值 与张面价值差额 也是寄入投资收益 刚才是处置了25%啊 你这个地方视为它处置 也视为处置 然后再按照这个光云价值 再把它构进来 这样来理解的 视为长期股权投资处置了 构进了一个5%的金融资产 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当然按照光云价值入战 这样 这是张面价值 和其张面价值差额同样 是寄入其他生活收益 实际上这笔分楼和刚才 这笔分楼是可以合并在一起写的 合并在一起写的道理 更靠理解 等会我们举例子给大家说明 第三 原先权益法下 有其他生活收益 是能够转省益的 那今天转到投资收益 或者相反的分路 第四 原先权益法下 这个其他生活收益 是不能转省益的 而是转出流程收益的 那今天也就相应的转到流程收益 而且是全部转 因为我们视为30%全部处置 不要认为那5%还在啊 你没有长头了呀 所以视为100%处置了 全部截转掉 第五 要注意一下 还有其他权益变道 在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我们也要转到投资收益里面去 因为长期股权投资 没了 处置了 好 那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结合一丸的考题来看一下 考题比教材立体更合适一些 我们教材立体特简单啊 所以还是结合考题来看一下 假公司没有子公司 不需要编持合并财务保表 假公司相关联络发生与投资有关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过一 2007年1月1号 假公司通过发行普通股2500万股 每股面移1元 取得已公司30%的股份 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假公司所发行的股份的光允价值 每股6元 那其实你的投资成本就是2500万乘以6 当时是权益法 借长几股权投资 明希科默 投资成本 2500万乘以6 1.5个亿 假公司取得投资时 已公司可编认净资产的扎面价值是5个亿 光允价值5.5个亿 关键是这个数字 大家看一下 这是1.25个亿 刚才我口述了分路 借长几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1.25个亿 代方代股本 每股面移1元2500万 差额积入12005 积入资本公级股本一家 这是权益法 做完这笔分路以后 接下来干什么 比较 成本大鱼风格不调整 成本小鱼风格以业外收入 这道题大鱼小鱼 小鱼 这一程是16500吧 是不是小鱼 这就应用我前面说的这句话 考题他就开始考小鱼了 我要出题门 我也是小鱼的 就挖个这么简单的坑在这 看着很多人跳进去 虽然是个简单的坑 很多人跳进去 导致后面一错再错 因为你这儿没有写这笔分路 长期股权投资 扎免价值就不对 少写了一笔分路 影响的损益也不对 因为你没有算盈意外收入 所以连锁反应 后面很多问题就错了 除A 办公楼之外 以公司其他资产及负债的 公允价值与扎免价值相同 那这道题可以看出 这个办公楼的公允价值比 扎免价值高5000万 还有办公楼在里面 考试题就综合性强了 办公楼的原值是3个亿 理题则就1.5亿 公允价值2个亿 那扎免价值实际上也就1.5个亿了 那公允价值比扎免价值 是不是高5000万 以公司对A 办公楼 采用连线平均法体折旧 使用连线40年 已经使用20年 那就还有20年 预计净残值为0 或二 2007年6月3号 甲公司300万的价格 向以公司销售商品 顺流交易 成本是250万 至2007年末 以公司以销售善出 从甲公司购入长平的50% 这是出题目人不太好的地方 如果我出题目就不是50%了 你50%你减去已经销 已经出售的 或者说减去未出售的 都一样是不是 其余50%尚未形成 尚未销售 形成期末从获 07年以公司实现金利润3600万 应分类为 分类为 这是标志 分类为以公营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基础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公营价值变动 而确认其他综合收益100万 到这为止都是权益法的题目 权益法的核算 扩三不一样了 2008年1月1号 将公司以1.2个亿的价格 将所值以公司15%的股权予以出售 原先持股比例是30% 现在出售15%出售了一半 款项层入银行 出售善受股权后 不再具有重大影响 剩余的15%指定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营价值1.2个亿 我要出题目 我绝对不会是30减15剩下15 那一半对一半多好算呢 事实上 我会把它再设计成其他的百分比 比如说30% 处置24% 剩下6% 这样来算 这里面就涉及到细节问题了 2008年12月31号 甲公司所值以公司15%的股权光影价值1.4个亿 口号五 2009年1月1号 甲公司将所值以公司15%的股权予以出售 1.4个亿 其他资料 第一 甲公司按照联徒经利润的10% 细体法庭言议攻击 第二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面我们看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根据资料1 计算甲公司 以对已公司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初始投资成本编示相关会计分路 初始投资成本 那就是支付对价的光影价值 2500万乘以6% 一定要5个亿 初始投资成本 分路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1.5个亿 带股本2500万 带资本公司股本以下 12500万 这前面我们都已经口述过 这个会计分路 然后成本是小于份额的 刚才前面说过 你看考试题就出来这笔分路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1500万差额 带盈盈盈盈收入 那么这个时候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就是16500了 16500请大家注意 那是调整后的 调整后的投资成本 注意区别看来 这是初始投资成本 第二个要求 根据资料1和资料2 计算甲公司2007年 确认投资损益 并编制会计分路 还是权益法的范围 这个投资收益在确认时 在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上 考虑2000事情 第一个一个顺流交易 第二个是有个固定资产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 影响折旧的金额 下面看计算 账面金利润3600万 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 比账面价值多5000万 前面条件有 剩余年限20年 那一年就差250万 折旧 要减掉 另外是顺流交易 其实无论是顺流还是利流 在个别报表都一样 减去未实现对付交易 所以未实现的 所以我说题目这个地方 还没有给你挖坑 所以注意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半 你减去已实现的 还是减去未实现的 都一样 然后再乘以持股比例 算出本期的投资收益 这是2007年 确认投资收益 根据被投资单位 金利润 所以编制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 省益调整 在投资收益 997.5 另外根据题目 背投资单位 持有一项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进去变动 进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在这 而不是指定 是分类为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进去变动 进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确认其他 综合收益100万 那我们是30% 乘以持股比例 30% 30万 所以借长期 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带其他 综合收益 30万 这个其他 综合收益 将来在急转时 可以转 损益吧 可以 因为它是 其他债权投资 引起的 被投资单位 是因为 是取得的是 其他债权投资 第三 根据资料3 计算 奖公司 出售15% 股权的损益 并 编制分路 一般情况下 像这种计算呢 我们先编分路 再计算 我们先看计算 先看这个分路吧 原先30% 处置15% 还剩下15% 我们视为将 30%全部处置 视为这个30% 全部处置 再购进来15%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15% 这个部分实际上 是出售的15% 我写在一起了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是剩余的15% 相当于 够进来的 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借银行从来 是我处置的 那个15% 题目已知 然后代房 代长期股权投资 所有的明西科目 全部截掉 这是什么 这是张面价值 张面价值 差额基础投资收益 因为视为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所以差额是 基础投资收益的 64 72.5 没完 原先是权益法 权益法下 有其他综合收益 要接转到 当期损益 或流程收益 这道题是 接转到当期损益 因为被投资单位 是其他债权投资的 供应价值变道 也就是说是属于 可专损益的 其他种的收益 所以我们今天 转到投资收益 如果被投资单位 不能转损益的 我们今天这个地方 就转到流程收益 好 这是 会计分路 接着 刚才说 还要计算 算这个损益 考试题 这个一分 这个一分 做了你就给你一分 所以我们接下来 再算一下 损益 其实就是刚才 这个式子 分路写完以后 借翻代翻 差额就行了 别忘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也是投资收益 出售股权的时候 有个投资收益 结转 30万 把它加上去 结果是 6502.5 接下来 我们再看 第四个要求 根据资料4和资料5 编制假公司 与持有 及持有 及出售 以公司股权的分路 那其实就是 那个15%剩余的 作为金融资产 刚才不是有一个 金融资产吗 实际上就是 金融资产的合色 2008年12月31号 题目 光云价值12000 看一下题目 光云价值是 12000 14000 取得是12000 然后今天12位31号是14000 上升2000万 上升2000万 编制分路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光云价值变道 代其他综合收益 2000万 然后2019年 2009年1月 又要出售 他还是按照14000 出售的 其实就是等于 原来的公民价值 所以这两个一截 这是扎面价值 这是公民价值 因为它俩相等 所以这笔 你处置分路是没有差额的 如果有差额是寄入 留存收益的 没完 既然处置了 那么金融资产下面 有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是 原先在代法 今天要截转到 留存收益 因为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年益工具200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1800 这些都不算有难度的 就看你熟练 基本功 我们前面金融资产的学习 成本法的学习 尤其是权益法的学习 都是基础 所以这些其实 合在一起 谈不上有很大的难度 是个熟练的活 多看几遍 第一遍学习可以理解 还有熟悉的过程 你梳理几遍以后 把这个道理明白了 原理掌握了 其实题目就很好做了 这一块 考到这种题目 分数都要拿下来 属于常规的 可以拿分的题目 好了 那么到这为止呢 我们有关权益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 转为金融资产 讲完了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转为金融资产 比如原先的60%控制 处置55% 剩下5% 不再是控制 也不再是共同控制 重大影响 所以转为金融资产 此时 怎么样请应会计处理呢 投资企业 原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股份 使得其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 成本法核算 其后 因处置部分处置等原因 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不能再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 也不具有共同控制 也不具有重大影响 所以改为金融资产 此时 剩余的5% 像刚才讲的道理一样 60% 你视为60% 全部处置了 再追加一个5% 再买一个5%进来 剩余的5% 所以和刚才讲的道理一样 也是按照 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两者之间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因为你这个60% 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的差额 都是进投资收益的 具体关键处理 第一笔分路 第一步 终止确认55%的部分 借银行存款 代长期股权投资 55%这一部分 差额进入投资收益 然后 是5%的部分 这是账面价值 这是公允价值 也可能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也可能你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根据题目的条件 则而言之 无论是谁 都是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视为今天 重新取得的 然后代方代长期股权投资 是那个5%部分的 扎面价值 这也是扎面价值 最后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其实刚才 这两笔风陋 也可以合在一起 视为把 60% 全部转让 借银行存款 是55%的部分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或者是交信金融资产 是5%的部分 带长投 是60%的部分 视为全部处置了 差额进入投资收益 这样做更好 理解了以后 你发现更简洁了 是不是 那这块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都不至于 在这单独出个大题 最多在大题里面 一个小题目 甚至是个选择题 好 那么这个问题就讲到这 接下来我们结合教材立体 看一下20题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 60%股权 并能够是控制乙公司 投资成本是1200万 成本法核算 08年5月12号 假公司出售 所持乙公司股权 90%给非官邻法 90%你别认为是90% 是60里面的90% 其实是54% 所以剩下还有6% 这个6%呢 在今天的公允价值是200万 假公司将其分类为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其变动记录 当机损移的金融资产 是什么呀 交信金融资产 不是指定 指定那就后面 叫记录其他综合收益了 这是交信金融资产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假公司 今天应该怎么做 出售时借银行存款 这是出售的是 5%的这个部分 有5% 就是54%的这个部分 54%的这个部分 借银行存款1800万 代偿计股全投资 1080怎么来的 那就是总共是1200 172乘以60%里面的54% 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是10分之9 相当于是10分之9 保留了10分之1 所以这儿呢 这个百分比不要搞错了 差额 差额记录投资收益720 剩余股权 还有6% 是不是 6%按照公允价值 入战 这是张面价值 这也是张面价值 张面价值 这个张面价值是1200 乘以 60%里面 6% 不是10分之1吗 120 这差额是投资收益 我觉得我刚才讲的那个方法 更好 两笔分都合在一块 那就是下面这个 借银行存款总共卖1800 这是54%的部分 剩下6%的部分 200 然后代偿计股全投资 因为是成本法没有迷及 全部解掉 这是60%的部分 是不是 全节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差额记住投资收益800万 所以这个更简单了 你有没有看到这块讲的问题 关于第四节里面 长期股权投资合作方法的状况 从一开始 好难的 有合并报表在里面 逐渐逐渐越到合并越简单了 尤其是我在这儿把教材的内容 重新整理了一下 找出它的规律了 就更好理解 书上其实写的比较乱的 除了第一个 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第二个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教材中 公民家的 既然的金融市场 与长期股权投资之间的转换 它写的特别乱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重新整理一下 找出它的头绪 找出规律 理解它 掌握它的原理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有关成本法和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转为公民家的既然的金融资产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道题 这是去年的一个考题 2021年6月25号 甲公司出售已公司的股权 72%的股权 并于当日办理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出售部分股权以后 仍然持有8%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原先是80% 处置72% 剩下8% 这样的理解 原先是子公司 那不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知识点吗 成本法 核算了长期股权投资 转换为金融资产 这个8%不再控制 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甲公司将基于现金的要求 随时出售 其持有的已公司8%的股权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 应该是交信金融资产 如果要让你写愤怒的话 不考虑其他因素 夏里各项关于甲公司 2021年度个别财务报表 会计处理的表述当中 错误的是单选 错误的是 A 散事控制权日 对已公司 胜于股权 那个8%的部分 8%的部分 与其相对应的 扎面价值的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这个说法是对的 视为那个8% 全部处置了 差额都是进入投资收益 A的说法是对的 B 持有已公司 胜于股权 改按照金融资产分类原则 进行分类 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当然是金融资产了 都没有告诉我是什么 不用让我们去办 多好呀 是不是 C 持有已公司的胜于股权 按照散事控制权日的公寓 价值重新计量 这也是对的 这个8% 都在讲这个8%是吧 这个8% 视为重新购进来 按公寓价值重计 第一 出售已公司股权 取得的价款 出售已公司股权 这题目也没有告诉我们数字 也没有啊 比如说7200万 加上剩余股权 假定是800万 两者之和 减去按照80% 计算已享有已公司 自购买日开始 持续计算金资产 扎命价值份额 差额确认投资收益 这句话是有毛病的 两者之和减去谁呀 不是减金资产的 扎命价值份额 直接减去长期股权投资的 扎命价值 80%的账面价值 这个递选项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 两笔分都合在一起写 这个数字 是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不是什么减资产的账面价值的份额 所以呢 我们这儿 这个D选项 是答案 这个说法是错的 注意一下 比如说 假如这道题是非同意控制控股合并 当时取得的时候 是非同意控制控股合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这个说法肯定是错的 是吧 我们严格的表达 不管是同意控制 非同意控制 我们是按照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差额进入投资收益 所以答案是D选项 这一块也给大家做了一下分析 投资企业原持有被投资单位股权达到控制 后来因处置部分股权呢 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不能够控制 共能控制或者重大一下 剩余股权按照金融工具确认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准则 进行快捷处理 所以B和C都是对的 B呢是按照金融资产的分类 C呢是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散事控制权是这一天 剩余股权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差额进入投资收益 所以A的说法也是正确的 答案是B选项 应该是与账面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差额进入投资收益 好 那这道题就分析到这 那么到这为止 有关第四节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方法的转换就讲完了 我们把整个内容三大块 给大家再归纳一下 三块三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第二个问题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那两个问题都是什么呀 都是长期股权投资内部转换 反而转来转去都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是未夸借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来分一下两种情况 第一原先是成本法核算 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转为权益法 转为权益法有主动的有被动的 主动的比如说处置部分股权 60%处置40%剩下20% 前面举过这个例子 反之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补充的是 被动的稀释 股权被动稀释 从而有散事控制权 转为权益法核算 反过来第二种情况是 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转为成本法也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第二种情况是非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这要求都不太一样 因为不同的情况下 统一控制和非统一控制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如然价值 要求不一样 所以我说前面第二节第三节 成本法的核算 权益法的核算 以及金融资产的核算 都是这一节的基础部分 前面掌握好了 后面就比较容易学了 所以问题不仅仅在这 问题还在前面 基础要打了 反过来第二种情况 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之间的转换 这个就是跨界出的股 也是分两大类 一类是原先是公云价值伎量的金融资产 今天追加投资以后 一种情况是重大影响 比如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核算 原先比如说原先5%金融资产 追加20%等于25% 具有重大影响 所以采用权益法 另外一种情况也是追加投资 达到控制 我们重点讲的是非同意控制 每一种情况都可以考虑到题 接着第二种 反过来第二类型是 原先是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处置部分股权变成金融资产 也是分两类 一类是原先是权益法核算 处置部分股权 第二是成本法核算 处置部分股权 好了 总共有这些类型 我们这样的思路就更清楚一点 分成这么几个大模块 每一个模块呢 我们都要重点掌握 这一块如果说有难度的 主要是我们这个问题 花了两节课 讲这个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个别报表怎么处意 合并报表怎么处意 那其实剩下的其他都是常规的题目 好 那么这一节内容 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期个我们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